班機停在停機坪上 一旁有許多人員戒備 檢修人員來回走動 不敢大意 就是因為這架馬公 飛往台北的滑信班機 起飛前亮度發生異常 大批旅客被迫在機場裡等候 有的乾脆退票不大 有的乾脆睡了起來 因為這一等就將近六個小時 原定十點十分 要飛往台北的班機 行駛到滑行鬥時 發現異常 乾淨折返 沒想到事隔一個小時後 經濟研修或放心 不料又再度發生信號異常 害怕四名乘客亮度登機 又被請下機 惹來民眾不滿 乘客全部被迫下機 急得到櫃台前進行轉班 但下午班機幾乎全客滿 無法轉到其他航班 黃信趕緊加發餐費一百五十元 一機機票抵用券四百元 請旅客們暫時用餐休息 但怎麼樣也無法平息 旅客火氣 回家那有些人就是下雨後補 這年紀上去兩次都基建故障 如果下次還敢做嘛 也是怕怕的 直到下午四點多 華信緊急凋派小飛機加飛 但受到影響的84名旅客 已經造成行程延宕 共測是八天前黃信航空 才以ATR新機風光守航澎湖 櫃台前還掛著當時的紅布條 沒想到現在卻發生機械故障 造成旅客延誤反台 形象因此受到影響 記者言語了王千玲澎湖報導